馬上9月中就要進行漢光軍演 你看這標題寫的 史詩級的暖場 三軍部隊都有出動 空軍F16V有點比較糗 那個頭這個插土 那海軍真為面子 排長很大 這照片登出來了 台灣盾位最大的四艘軍艦 在一個照片裡面銅框 陸軍秀出的是CM33戰車 雲爆八輪的甲車等等 三軍的這個精銳武器都端上了 請教一下各位 為什麼今年的光是暖場 有這麼多料 這比過往來的多很多 通常都是到主秀正式軍演的時候 開始上上 就端上台面 可能是要讓三軍都做實彈的實測 不是那都是在軍演的時候 演練的時候 不過今年我們看到是在正式訓練之前 三軍都用過自己的臉書或推特 來發這麼多照片 你講的暖場是指文宣啊 對啊 不光是文宣啊 然後你看 我覺得只是 那這個就是要讓國際社會知道我們認真在面對這問題 這當然有這個味道嘛 而且你看那個我們明年的國防預算 第一次超過GDP的3% 所以這個三軍實測能力這個當然都是有關的啦 那當然也包括總統他特別表示嘛 說我們不會進行那個軍事的那個競爭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 對漢光演習主要是在做三軍的實彈實測啦 這個是主要的目的啦 那至於文宣或者總統講話 這都是外延啦 都要看那個時候發生了時事啦 對 實戰訓練是沒有錯啦 但是所有的閱兵跟軍演都達到一定的目的嘛 你剛剛講說漢光的話就是要實戰做操練 訓練的部分 對這個是最大的目的 訓練是核心嘛 硬核的部分 但今年的文宣特別秀 特別多 三軍都有 而且是 不管是臉書啦 邀請記者的記者會啦 Twitter都發 這要傳達什麼樣的一個訊息出來的 你剛剛講說就是讓大家知道 傳達到訊息我覺得是多 就是增加明年國防預算增加爭取 沒有那個明年的國防預算 我猜在野黨也不會打啦 因為有些是常年的那個軍火採購嘛 那也另外一個時間也碰上了啦 就是美國阿富汗撤軍嘛 然後很多焦點又擺到台灣上了嘛 壯膽 所以我們當然要表示就是 我們事實上是有所準備的 我們沒有像阿富汗政府那麼弱之類的 OK 那也要表達說我們編列了一定的預算 那韓國這個國防預算 也差不多是GDP 3%嘛 那我們今天也要跟上這樣 OK 好 這樣史詩級班的一個暖場代表說 我們有所準備喔 蔡英文總統最近的談話是 台灣不會將安全夥伴的協助 是為是理所當然 然後我們不走向軍事的對抗 叛與鄰國在和平穩定 互惠的原則下共存 陸委會相對也做了個呼應 說希望透過務實跟建設性的對話 能夠跟對岸處理分歧 推動兩岸的良心互動 邱委員請教 其實從今年我們來看 520的時候蔡英文的講話內容也 其實從今年開始啦 應該說蔡英文總統的第二任任期 沒有什麼主動性的去挑釁的話出現 那這個時間點宣布不走下軍事對抗 陸委會呼籲希望能夠對話 您的解讀是什麼 我覺得對台灣主權 國家安全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最大的威脅 可能是唯一的威脅 當然還是來自中國大陸了 那中國也從來沒有放棄用武力 來解決台灣問題嘛 那當然我們從1990年 東元刊斷解除之後 我們就沒有把中國大陸視為是所謂的叛亂團體嘛 我也沒有把它設為一個敵國嘛 我們是這個也沒有對它有任何武力使用的這些意圖嘛 我們所有國防就是要保衛自己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的國防力量能夠對區域文力有所貢獻嘛 一方面你可以自己保護自己 所以你一定要足夠的國防投資 足夠的人員訓練 然後要加上跟共同理念的鄰國 包括日本 包括這個當然是美國 甚至未來可能包括澳洲 在只管通勤的合作 在現階段是的確達到最前所未有的高峰 過去這個沒有印太戰略 過去這個國際上反中的這種情緒不是那麼的強烈 還不是那麼的明顯 有些國家是於那個忌憚於跟中國的雙邊關係 所以它不敢在外交或者是國防的作為上有強烈的表態 但是你經過這個所謂新疆事件 包括香港事件 包括一些人權的問題 讓很多的民主國家對中國的這個好感度已經大幅下降 甚至在戰略上面他們也明白的了解中國在這個印太地區 在東亞 在南海 在東海都有很強烈的軍事企圖 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台灣作為這個印太戰略這個區域 地言戰略區域的一份子 我們當然不會主動去 對任何國家有任何發動戰爭 這個總統不僅是蔡英文總統 那一任總統都是有這種共識 我們在這個台灣可以扮演這個區域和平的一些力量 而且我們也願意承擔保持地區穩定的責任 跟其他的國家共同合作來防海 台海 東海 南海發生任何軍事衝突 所以我們希望說所有的國家在這個區域都能夠和平共存 大家共同追求一個民主的生活方式 產經新聞最近一個新的報導是 解放軍 軍艦常態部署在雲南國島跟台灣之間 已經變成一個像固定的模式了 大師 你怎麼看這緊張螺旋升高 是因為編了預算 軍事頻繁增加 所以升量增加 什麼是因 什麼是果 當然 因還是這個心裡面的因素 我覺得還是日本現在這個 你看差不多九年前它軍事 防衛預算一直升高 這裡面跟中國大陸經濟超越過 日本是有很大的關係 也就是在日本在明治維信以後 它在東亞一帶 始終認為自己是最強的力量 因為這個力量從經濟上就已經被超越了 超越以後 那麼安全的力量 軍事力量 日本相對於大陸的發展 也在節節敗退 就是節節敗退 那麼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是日本的不安全感增加 所以你看日本雖然過去10年的經濟表現得很差 可是它的防衛預算不斷的往上提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最近幾年 尤其是從川普上任以來 美國對於大陸的政策 有巨大的改變 所以這個也影響到兩岸 美國對兩岸的政策 雖然美國的政策是沒有變 可是美國的做法做變了很多 所以在這一方面我覺得日本除了自己本身安全感不夠以外 自己一方面他就看到美國的政策 那不過整個來說 就是我們看二世大戰以後 我們東亞這邊的情勢 那麼就因為兩岸分治 所以不管是日本這個經濟生命線 所走到這個航線 不管是走台灣海峽 或者是台灣以東的這個太平洋 那麼這個生命線都因為兩岸的分治 兩岸的對立 那麼確保了日本這個生命線的暢通不受威脅 那所以日本事實上是在兩岸分治之下的一個獲利者 那現在這幾年 因為大陸的這個整個的崛起的態勢非常強 那麼台灣本身這個民進黨政府走獨 台灣獨立的這個態勢也越來越明顯 所以兩岸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那麼這個時候日本的選擇當然是 希望兩岸不要合在一起 那麼希望兩岸因為合在一起 你覺得台灣海峽再加上一個澎湖群島的話 那麼如果兩岸是統一的話 那對日本來講 我覺得它要面臨一個全新的 一個生存的安全環境 所以當然日本是不願意在兩岸之間 看到兩岸之間有合在一起的一天 那當然所以在這個情況 再加上美國的這個力量的這個 美國的態度的轉變 所以你看日本不管在做法上 在它的實際的準備上 都是希望在未來的兩岸關係裡面 它有更多的怎麼樣影響力發言權 那這個一方面是給它自己做 另一方面做給誰看 做給中國大陸 還有一部分很重要 做給台灣看 也就是說我可能是你未來 將來面臨危機的時候 一個可能的力量 那可是我自己認為就是說 日本把自己的這個角色能力過於高估 因為它這種整個的軍事預算 還是在二十世紀的這種戰略武器之下 它能夠取得一部分它自己安心的部分 可是我們要看二十一世紀的戰爭的話 那麼是它要有長城的這種投射能力 快速打擊的能力 那這一方面日本再怎麼做 我覺得現在它跟大陸在軍力上面差距 我覺得已經越壓越大了 大使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日本為什麼在軍費的預算不斷的增加 或者是在台海之間的問題上面 不斷的發言 一 本身自己的經濟被大陸給超越了 這裡面心有點虛的情況之下 也觀察美國的政策 川普開始轉向 搭上 因為本來日本就是以美國馬首施展 那美國開始轉向之後他也就調整了自己的一個步伐 剛剛邱委員講的數字 我這邊給大家做個補充 你剛剛應該是講這個數字對不對 對 這個 Chicago Council 對 就是是否美國民眾贊成 要派美軍防衛台灣 數字確實是來到了52% 過遠很多時候民意的一個展現 或許有機會擬定成一個政策的方向 你的觀察這個民意在美國方面 既然是過半挺台結盟保衛 會變成一個新的方向嗎 因為挺台的法案是很多啦 但是直接轉化成像 美軍協防這種事情呢 不 這個因為具體戰爭是要付代價的嘛 可是反中情緒在美國確實是大幅上升啦 現在反中的情緒都是穩定超過7成 所以那台灣的新聞 確實也在英文的媒體能見度增加非常多 而且都是把台灣跟China擺在一起寫 所以當然美國民眾就會比較 比較多的去認識到這個議題嘛 所以等於就是說 美國內部的反中情緒高漲 加上他對台灣中國這個議題 認知的人見度增大啦 那他可能就反映出這樣的態度 具體化變成政策呢 這個還落差非常遠 因為戰爭是要付人命代價的 可是他會透過各種方式來協助台灣的台灣啦 比如說他可能賣武器啊 或者是對本來不賣的武器他就開始賣 這有點像 就是下一個我們給大家看的切香腸的一個做法 這彭博的一個專家 他也是一個美國智庫的學者 Brands他寫的 他說拜登跟川普其實做的同一件事情 其實他們也有一點在學 北京之前在南海的島礁上面的一個慢慢的部署 他不會一次跟你攤牌 他就是一個島花一些時間慢慢做 做完之後再到下一個島礁 然後就變成整個南海 就變成它的一個影響的範圍圈了 美國在做的一樣就是逐步慢慢的 先是一些挺台的法案 一些軍售 然後就慢慢的改變了 目前台灣在兩岸之間的一個 就是台海之間一些現狀的一個方向 你怎麼看 比如說法案通過之後就是 因為這就是授權法案 那接下來就是白宮跟國務院要不要執行 那當然每一個執行都會引起新的抗議 還有軍售也是 比如說我隨便講 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這個對北京來講就是攻擊性武器 可是他還是賣 死成無人機 這也是非常敏感的 那他就是不斷的在往前試嘛 那給台灣有更多實質上具有攻擊能力的武器嘛 所以不管是軍售 或者是兩方的那個外交的交流啦 他都是在往上一步一步走 不止美國啦 大陸也是一樣 大陸也是一樣啊 飛機來過中線到西南現在連北邊也來 都在切香腸的慢慢 跟我們熟悉過去的現狀已經不太一樣了 其實中國在南海也是這樣啊 蓋島礁 然後現在軍事的都不是搬上去啊 都是在不斷不斷的慢慢把那條線再往後推一些 我們等一下就回來再關心一下北韓的狀況好了 馬上回來